刚刚过去的一周,第五件与恋爱有关的韩云新闻,主角是一位中国明星,不要紧张,这位并非与隔壁那位欧巴相恋。 韩国直媒The Financial News,2000年创刊,以经济新闻为主,涵盖证券、金融、房地产、政治、国际、社会、文化等多重领域的新闻。 上周一,该媒体看见了这样一条新闻,最想约会的江苏英,上班路上被捕捉到的初中美貌, 只看标题,你可能一头雾水,再往下翻,哎哟,照片很眼熟,这不是江苏英吗? 原来该媒体从微博霸道了江苏英参加春晚录制的幕后花絮照,江苏英是韩语中最接近其中文名的读音。 在韩媒极具套路的措辞下,这段彩虹癖是这样的,中国女演员江苏英实物5PS照大公开,体现了与众不同的存在感。 上班路上的初中美貌,得到了中国网民的感叹,成为最想与其约会的女明星。 此处本湖十分想发起一个小活动,在关威,以你最熟悉的韩媒口吻编写一段新闻,主题及主角随意,来看看谁的文笔更韩式吧。 收看完整视频,请登陆搜狐视频。